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关于这个数据分析的部署啊 数据分析其实也是有非常强烈的这个逻辑关系在背后呢 我们做这个数据分析一般包含这五个大的方面啊 大个部署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定义啊 我们定义什么呢 我们定义我们数据分析是针对什么问题去做的啊 我们还要去考虑我们分析最终要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啊 这个结论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这个就是刚才上一讲跟大家强调的哈 我们数据分析不是说我们用什么样的非常好的非常棒的方法 非常先进的技术 其实我们最终落脚点还是说我们要分析出什么样的结论达到什么目的 这个才是根本啊 我们还要考虑我们这样去做数据啊 去做数据分析对产品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啊 这三个都是在考虑我们自己啊 考虑我们产品经理 我们做数据分析想达到什么目的 这个是最关键的一环啊 然后我们基于这个目的 我们要去考虑我们分析的范围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这个做一款产品啊 它是面向全网用户的 但是这个全网用户里面的用户行为或者用户的类型 特别多非常的复杂 那我们就需要去考虑我这次的数据分析是针对哪一个群体或者哪种行为类型的用户去做的啊 也就是我们的数据分析的范围怎么定义 比如说我这个全网用户而我最近可能看看我的这个 我想了解一下我的这个新产品啊 对这些新的用户 就是刚刚使用我们产品的用户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我这个分析范围就可以界定在这部分新的啊 初次使用或者是低频次使用 或者是在时间上去卡一个时间范围 这个时间段内使用我们产品的这部分人群的数据啊 对吧那很好定义哈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电子商务类的产品 那我可能就会基于高价值用户啊 去做一个数据分析 那这个高价值我们怎么判断呢 我需要去确定这个范围 比如说在一个月内下单有五次啊 然后总消费数达到了两千块钱啊 这些都是我们在做数据分析之前需要去确定啊 因为你只有把这个范围确定清楚了 你的分析的结论才能够更加的有效 才能更好的去指导你的产品的改进和解决你的实际问题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产品经理啊 规划性非常的重要啊 所以你需要去规划你的分析的进度和分析的质量啊 就是我我比如说我要去做这个数据的采集 那我就要需要考虑我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去采集我的数据 然后我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分析 然后这个过程中它产生的误差多大范围内是可接受的 或者是我至少已经有了预判 我知道这个这种方式去分析数据 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对最后的结论有多少干扰啊 这个是定义阶段需要去做的啊 当然了整个这部分工作啊 随着我们产品经理的实际的经验的提升啊 很多工作你会慢慢建立起非常有效的感觉 和你自己的一些办事的流程啊 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的工作啊 这个是数据定义的部分 第二个就是数据的测量啊 我们说了啊 就是我们产品经理还是要先去思考再去实施的哈 所以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这些会直接影响到你去怎么测量你的数据 就怎么获取你的数据啊 正方就包括两块啊 一块就是收集和获取数据 我是用问卷的方式呢 还是直接从服器里面去调取日志数据去做分析啊 这些都是说这个获取的来源啊 还有就是我们要对数据做一些预处理 比如说我们做问卷投放啊 问卷回来的这些数据我们可能需要去判断一下哪些数据是有效的 哪些数据是无效的 比如说我问卷里面有十道题 这个这个填写问卷的这个人可能只拿了两道题 那我可能就会定一个标准把这些数据剔除掉啊 因为他的这个数据不完整 我如果纳入到我的整个这个数据的分析池里面啊 我的这个数据库里面 他的这个质量啊 那整个这个分析的质量是不是有保证这些都是有关联性的对吧 所以第二个阶段是要做这个测量 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要做这个分析了啊 你看我们做分析也是两块 一块就是对数据的统计和描述 统计偏定量对吧 描述偏定性 我们需要去做这个事 但更重要的我们是需要做针对问题的归纳和总结 也就是拿出我们的结论对吧 啊 我们反复强调啊 我们一定要做结论 而不是简单的是做一个分析和统计描述 这个是最关键的啊 这就是分析阶段我们要做的事情 然后 有了我们通过分析的这个阶段完成的啊 拿出的结论和归纳总结之后 我们还要做改进啊 我们做分析其实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步骤哈 我们还要找到基于这个数据 我们去找到我们最优的解决方案 或者是将问题的这个做一些解决 以及降低用这个问题的影响的负面负面的影响哈 这些都是我们的方向方向 最后还有一块就是我们要做整个这个控制 因为往往我们做数据分析的过程是一个持续性的 而且收集性会比较长 所以我们需要啊 做这种监控以及反馈的这个 方面的思考啊 然后一些工作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数据的日报啊 周报月报 它是非常持久的一个工作啊 那我们需要在关键的节点上去做 然后我们需要怎么样去收集到 比如说我们这个数据发出去了啊 因为是产品经理在做的解读 往往发出去以后会有更多的人来看看这些数据 看这些结论 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 那怎么去收集获取到别人不同的想法来 更好的去完善你的这个数据分析过程呢 啊 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啊 还有就是跟踪迭代 那这个也是挺重要的一块啊 我们做这个产品工作 持续的都是在做 无论是你是做具体的产品功能上面的 跟踪迭代也好 还是做数据分析的 跟踪迭代也好 因为数据我们往往去分析的时候 它都是这一个时间段内的数据 对吧 我们想再次去做的话 数据的本身的这个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我们通过这些变化才能发现出更多的问题 所以这个跟踪迭代 我们还是要持续的继续完成的啊 持续的完成的 OK 我们这也跟大家讲了啊 这五个大的部署 那还是基于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小题目啊 基于你自己要分自己负责的这款产品 我们来按照这五个方面 去写一下啊 去写一下你的这个计划安排是什么 就是我来负责这个产品 我们刚才最开始提了啊 针对你这个你负责的产品 你我们布置的最大的一个课题 就是用户满不满意 用户满不满意 那基于这个目标 基于这个目的 大家来按照这些项目哈 每一个都填一下 你是怎么计划和规划的啊 怎么规划和计划的 我用什么样的方式 获取哪些数据 我怎么做一处理 我应该去从哪些方面描述我的这个数据 我可能会在哪些点上得出结论和结果啊 我去怎么考虑我的持续 我是按周的这个频率去做我的这个数据分析呢 还是按月啊 我怎么迭代 我是每次数据获取都是针对同一部分人群呢 还是说我每次都换啊 这个是一个小的思考作业啊 留给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